與歷史傳承非常有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過來了是 顧應飛老師的這幾幅超巨大的 政見照 那其實他們看起來像政見照的原因是一位 顧應飛老師必須一個 所謂的人類學士攝影導師 那這套作品直接揭示了 他想要講的故事叫做 未來的主宗像 那未來主宗像的意思就是說 他所拍攝的這些 目標 其實都是台灣人跟東南亞的所謂的移民者 包含就是所謂的我們的 宜藝人新娘或是月季先生 或是應病人 我們同婚之後所得到的下一代 那其實這個血 就在我們的台灣社會下面 一段落魂會流轉 所以其實他是在 接受的就是可能一兩百年後 我們再來重新審視 這個二十一世紀初的 台灣人類的一個群人關係 非常重要的作品 那拼圖的話 只是大家可以自己動手拼 他是一個互動性比較高的作品 那他也是一個 東南亞二代的一個提銷像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到對面的 五篇章老師的作品 那剛剛有提到的是 其實這一點在講 跟社會還是學會的關係 那國際上的這兩張作品 是伊朗 那他原本是 高南歐美館的演唱 和歐美館的慷慨 借書給我們 那左邊這一幅是 同舟共濟 那右邊這一幅是永鮮紅心 那其實他可以從 很強烈的是一個 擺開的方式去看到 所謂的同舟共濟的話 就是這四個 坐在輪舟上 踩高鞘 然後滑著 滑著腳 那其實只要一個人稍微跌倒 其實就會整個 滑解整個就會垮掉 那右邊的有些東西就是 有一個人有手 有一個人有腳 但是他們只能 合體在一起的時候 只要協會身材很用 那其實這次五天章 只是一貫的 對於社會上面的 黑色批判 做為一個 非常帶表現的作品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介紹 最後一套作品 也就是 吳正章老師的作品 這套作品 這套作品 他在台灣的 西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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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了許多 人群的畫面 他畫 最後一個就是 斷圓參與第三日 還有 右邊處理第二章 就是台西的情長 然後還有 漂亮的幕 跟 左邊的這個環線 那其實他 索階是 就是台灣的一些 從被 常常被 顧慰的一些 真正的樣貌 那 昨天當老師自己 也在照片裡面 讓自己的臉部 用非常強烈的閃光燈 做一個過曝的動作 那過曝所謂的過曝就是 看不見 那看不見的 相反的意義就是 可以帶入自己 進入作品裡面 那這四章 跟吳正章老師 其實有一個 非常強烈的呼應關係 那 不是